國安局公益所在113年7月5號上午貨報 在西區美孫路一帶 有一隻貓咪 寵物貓咪失蹤案件 盡了解包含的林姓小姐 是在4日晚上23時去回到家中 誤以為寵物貓Mini已經跟隨進門 殊不知這隻寵物貓它沒有跟隨進門 直到凌晨5點 林小姐睡醒突然找不到自己的愛貓 便向警方求助 今釣越監視器發現Mini躲進路卡變電箱負占板底下 林小姐跟原警前往現場 以肉泥臨臨時動貓棒引誘 同仁也在旁協助去趕房 最終這樣的貓咪找出來 國安局呼籲證據動物保護法規定 市主應向十加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其委託市民間機構 管理辦理寵物登記並直入晶片 以便從入走私時能夠成功來巡迴